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昨,15日,公布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,要求上市公司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党组织活动的必要条件,公司征程也必须记载和党建,党的建设,工作有关的内容。 据美国之音报道,习近平近年来始终在国有企业中强化共产党的领导,去年8月就曾改写30多家国有企业的章程,将党放在每一个集团的核心地位,这些公司总市值超过了一兆美元,约新台币30兆元。 事实上,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,就一直掌握住国营企业,2001年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后,中国共产党也将黑手伸入私人企业。 在中国186万多家私营公司中,去年就有70%左右都有党组织,就连附中投资的外国企业,这十年来也设立了党支部。 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何清莲对此表示,共产党在各处都要设立党支部,大概和狗狗尿尿化分地盘的意思差不多。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管理经济都是管得越多越惨,这几年管得更加严密,效果如何领导者自己知道。 何清莲指出,2015年中国推动国企改革方案后,许多企业家都纷纷出逃转移资产,例如富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,明天控股创办人肖建华,安邦保险董事长吴小辉,中国首富王健林。 但最后还都是被抓回去缴回资金和清莲分析,并不是资本家入了党表示中心就能逃过一劫,一旦共产党要彻查,还是会被查得以清二楚。 旅美学者夏业良则表示,习近平上任后就是要让党领导一切,让自己拥有最终的控制权,各个上市公司的经理人都变成帮他打工的。 夏业良说,国有企业的利益被中国控制后,就成为个人的提款机,而私人企业的发展也会遭到打压,不是死亡就是逃亡。